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对你的态度会很热情 反之则会冷淡 她不想跟你接近 女人一般都不会直接表达爱意 而是在交往时让你看到她爱你的一些迹象 期待被你追求 因此男人要学会观察女人的迹象 只有你读懂了女人的这些迹象 才能在追求她的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女人对心里充满了好感的男人 都会不经意间吐露自己的隐私 她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只会对自己信任的人说 如果她肯告诉你她这些隐私的事情 说明她心里喜欢你 愿意跟你走入未来 女人看上你了才会有的迹象 向你吐露她的三个隐私 男人记得抓住机会 一 告诉你她过去的恋爱经历 女人对陌生的异性是不会谈自己的恋爱经历的 因为不信任 她就会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这时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打动她 她也只是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 感情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而且她也不想在不感兴趣的感情里消耗自己 希望一个人安静的生活和工作 不过当女人真正遇到了心动的异性 她就会改变 甚至会很渴望你来撩她 到了这个时候 她对你会放下警惕心 愿意和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随着两个人的交往时间越来越长 她会变得对你很信任 有了对你的信任 她才会告诉你 她遗忘的恋爱经历 希望你对她有更好的了解 然后跟你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 朋友阿梅和男朋友刚交往的时候 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她每次和男朋友见面 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她谈感情 比如阿梅会主动告诉男朋友 她以前谈了一次恋爱 两个人交往了不到一年就分手 她还会把分手的原因 对恋爱的看法 以及对未来爱情的憧憬都说出来 她的目的很简单 一方面是向男朋友表明 她对待感情很真诚 如果两个人能够继续交往 她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另一方面 她也是试探男朋友 看她心里期待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或者她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一边与她接下来要如何做才能打动她的心 男朋友自然也看出了她的真诚 明白了她对自己有意思 再加上 她也特别喜欢她 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有了突飞梦境 最终成为了一对情侣 所以 当一个女人肯在你面前主动地说出她过往的恋爱经历 说明她是真的看上你了 男人 不要再迟疑下去 毕竟你对她也有兴趣 那就不妨主动追求 毕竟 两情相悦的爱情真的很美丽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身段 这也是她们引以为豪的地方 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 更是把自己的好身材当成信异性的资本 在生活中 女人那么费尽心思来打扮自己 真的不是她们很闲 而是她们迫切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她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一旦有异性对她们投来欣赏的目光 她们心里会很甜 也因此 当女人遇到喜欢的男人以后 她们会特别喜欢秀身材 以此让你对她多一些关注 当她真的看上你了 她就会经常跟你谈她的身材 总是穿得很精致才出现在你面前 她不只是想得到你的夸赞 而是希望撩动你的心 让你去追求她 男人在和女人交往的过程中 要懂女人的心思 她能跟你谈她的身材 让你注意她这个人 而不是只把外表呈现给你 如果你不懂这些 或者表现得无动于衷 她可能会失望 毕竟 她没有看上你 是真的不会花这种心思的 三 主动告诉你 她的圈子里有哪些重要的人 女人若是真的看上你了 她就会主动让你进入她的圈子 以此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在这个过程中 她会主动告诉你 她有哪些重要的人 并且会一一介绍你认识 希望你能尽快熟悉他们 她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两个人的将来提前打算 她心里认定你了 就会把恋爱中的一些阻力尽快排解掉 女人如此费尽心思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这时你需要对她主动 大胆追求她 并表明你的真心 如此两个人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恋爱也会变得更加甜蜜 所以 男人在和女人交往时 他如果迫不及待告诉你 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你就要心里有准备了 他把你当成了他最重要的人 让你可以接触他身边的人 熟悉的圈子 这就是他向你传达出来的爱意 他会带你见他的闺蜜 让你在他的闺蜜朋友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并时刻维护你 而且他还会带你见他的家人 以便让他们更快认可你 这样他就可以顺利地和你在一起 女人主动告诉你 他这些情况真的不是随意的 如果他没有看上你 你根本就不会接触到他身边的人 当你遇到对你这样坦诚的女人时 一定要用心去珍惜 主动去追求 别错失了真爱 萨克雷说 女人不仅喜欢征服人 而且还喜欢被人征服 在男女交往时 女人能够主动告诉你她的隐私 无非就是想尽快征服你的心 希望和你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同时 他们也特别渴望你能对他主动 毕竟能被自己喜欢的男人征服 才是女人心里最大的享受 这种感觉是罪局浪漫的 所以当女人告诉你她过往的恋爱经历 经常和你谈她的身体 并告诉你她身边重要的人 让你去见他们 这就是女人看上你以后的真实表现 男人要用心观察女人这些迹象 主动把握机会 大胆追求她 必定会拥有真爱 开启幸福的爱情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